大型規背 肉眼清晰可見 澎湖一名十八號清晨五點 出海進行捕撈作業 竟然遇到中共潛艦 看到對岸潛艦浮出水面 確切位置就在北緯二十四度 零零分 東京一百一十八度 二十二分 距離澎湖相對遙遠 比較接近金門 距廖樓丸只有二十五海里 距海峽中線二十四點七里 航行路徑都在中線以西 提醒愈民盡量避開 因為根據外型推斷 這艘潛艦 應是中共094彈道飛彈核潛艦 服役自2008年 排水量超過一萬噸 艦上可攜帶十二枚巨浪三型飛彈 顯眼的舊型規背設計 容易產生較大噪音 不過094核潛艦之所以浮出水面 一度被懷疑 是在進行故障排解 前海軍艦長卻不這麼認為 第一個台灣海峽水很淺 大概平均的深度都是不足150公尺 下潛它也是在潛望境深度 才能夠確保它的安全 而且不會觸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其實很容易被收集到 它的一個升文資料 也就是說會浮到水面之上 或許是基於勤手考量 臺北澎湖的漁民今天早上清晨的時候 在海峽中線這邊發現了 中國的潛艦浮出海面 國防部長有掌握到嗎 目前狀況 對我們有用相關的潛艦證的手段 已經有所掌握 不過詳細的艦證的手段 我想不宜在這裡透露 目前有掌握到是什麼樣的艦型嗎 是意圖為何 我想詳細的部分 我想我們就暫時保留 好不好 口風橫緊國防部長顧力雄說 都有掌握不夠 中共潛艦在台海上浮 一年內已經是第二次 澎湖漁民在目擊目斗與西北方 有一艘大陸潛艦 罕見浮上水面向南航行 時間是2023年7月23號的早上8點 當時研判疑似為中共039行送集潛艦 不過因為隔天就是漢光演習 格外明改 去年的狀況 當時顧力雄還是國安會秘書長 不過拿中共潛艦兩次上浮的坐標比對 都是北緯二十四度 東興一百一十八度 差別在分度而已 兩個位置相距不遠 等於中共潛艦一年內 在同區域兩次上浮 與其說他要去宣示 只是去表達他的一個 南北之間的兵力 在這個運送的過程 是比較是經常會出現的 是故障還是威懾臺灣留下想像空間 尤其中共094型核潛艦主要的任務 飛攻擊水面艦 核子動力的彈道飛彈潛艦從北方 就要移到南方 那也代表其實今天在南海這一帶 他可能會積極地去建設他水下的一個戰場 不過共軍機艦持續擾台 國防部公布截至十八號早上六點的過去二十四小時 有二十架次共機來擾 其中十二架次遇越海峽中線進入西南和東南空域 更有一架次無源機距離俄卵比越三十九海里 臺灣周邊也有七艘次共艦 共春天天圍台動客中共潛艦上浮的目的 也讓國安單位持續禁定 TVBS新聞林玉成 劉婷婷太不懂 目前狀況 對 我們有用相關的請監證的手段 已經有所掌握 不過詳細的 監證的手段 我想不宜在這裡透露 目前有掌握到是什麼樣的践行嗎 還是意圖為何 我想詳細的部分 我想我們就暫時保留 好不好 去年有過類似的情形 你覺得真的是故障嗎 還是有人在測試 我們這種保留的東西 你說哪個 去年你有類似的情形 差不多時間也有這個情形 去年的狀況 我現在氣中沒有 所以讓我再了解一下好不好 因為你講的去年 我不曉得是哪個時候 這個消息凋然就讓國內的觀眾朋友 還有包括在澎湖前線的漁民 感到相當緊張的 因為沒有想到 在清晨萬事普局 竟然就碰上了中共的潛艦 就這麼的上浮的 首先今天還幫大家來梳理幾個 針對於這個新聞的重點 我們首先來看到 潛艦上浮其實確實是一個 非常不尋常的一個動作 因為其實潛艦原定它 應該是要在水下進行作業的 顧名思義 潛艦就要用非常的這種 讓人家沒有辦法偵測的方式 在海下進行相關的作業 不過它上浮到底是什麼樣的一些問題 又或者是出現什麼樣的故障 這個部分當然就是外界非常關心的 尤其按照這個漁民它所轉述的 是說它募集到之後 有多艘的中共軍艦 就伴隨著這個潛艦離開到了現場 所以到底是不是要進場 或者是接下來有什麼哪些動作呢 這個確實都是外界要非常關心的 不過回到這個事情上面 我們先來關心呢 就是這個上浮的確切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來看到呢 按照澎湖漁民他們所稱呢 掌握到呢 在今天另外18號 上浮的這艘中共潛艦的目擊點 為北緯24度00分 以及東京118度22分 那實際我們可以看到呢 把這個航氣圖 還有包括應該說是這個 確切的這個坐標呢 輸入到Googleman裡頭 我們來把它看 看說呢其實有兩個重點 一個呢是這個潛艦的上浮的位置呢 其實呢是在中共的領海基線 往外推12海浬的範圍以內 白話文呢就是說 其實是在中共的領海範圍以內 所以呢在自己領海裡面 做上浮理論上呢 其實這個並不是一個有太大的問題的 不過當然還是回歸到 就是理論上潛艦是不應該 在外面的海面上直接上浮 應該要回到港內去做上浮的動作嘛 但是呢確實它所上浮的位置呢 是在中共的領海之內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12海浬的這個確實的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確實大概是在11點98分的這個位置 那它其實距離這個海峽中線呢 說是說蠻近的 但是其實也沒有到很遠 那大概在那個位置 那另外呢有個重點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中共的潛艦的艦型 那有看到軍事迷啊 就看到這個相關的照片 然後有人就覺得說 這樣子是不是看起來就像是中共的096型的 唐級核潛艦 那其實這個潛艦的外觀 過去都沒有對外來曝光過 那它其實是可以搭載14枚的這個 飛彈的一個潛艦 那相關的一些資訊呢 真的是非常的鮮少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呢 過去美軍有掌握到096A型的潛艦 它相關的一些那個製作圖啊 還有相關的 我們可以看到對比這一次的潛艦的照片呢 在國內的軍事專家林秉施就研判了 可以看到呢 他認為其實恐怕並不是096型 他認為其實應該是094型的核潛艦 那094型的核潛艦呢 其實它是在2008年服役 那它跟096A型的最大差異呢 就是在這個潛艦的上方 它的規背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專家就看了 對比過去這幾年 所看到的一些照片當中呢 就認為說呢 恐怕應該是094型的潛艦 但是094型的核潛艦呢 其實在中共呢 也是在全球呢 會是他去有做這個相關的動作 那最近一次其實是在關島 距離美國關島800公里之外呢 確實它是有上浮過 所以其實在外界也是非常關心 這個094型的潛艦 為什麼呢 會在我們澎湖外海附近 過去一些些的位置呢 確實上浮了 這個當然也是外界非常關心的 不過我想帶大家來了解一個 蠻有趣的 我們剛剛在做一些研究也發現 其實呢 在台海的這個位置呢 可以看到中共潛艦上浮 大概這兩年 其實這次的事件呢 已經是第二次了 來看到為什麼說是第二次呢 因為上一次上浮的時間點呢 其實2023年7月23號 當時呢 其實正要舉行漢光演習 所以呢 同樣呢 也是被愚民發現說 怎麼出去不又看到了 中共潛艦上浮 那在去年7月23號的這個時間點 上浮的坐標來看到 是北緯24度18分 東京118度44分 如果剛剛 像我剛才開頭附送 是今這次所上浮的這個位置呢 如果對比這兩個 其實真的是非常相近的 那大概之間呢 可以看到兩邊呢 都是在北緯24度啊 那唯一差別的 其實都是這個小數點 兩邊呢 都是東京118 一個是44 一個是22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兩個上浮的位置 確實是蠻相近的 那在今天早上呢 國防部長顧力雄也被問到 這個呢 他當下是有點愣住了 他說他就沒有掌握 好像去年是有上浮的這個狀況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確實如果按照這兩次的事件 可以重疊在一起的話呢 當然外界就會來關心了 為什麼去年7月 以及今年的6月 都可以看到中共的潛艦 都在差不多附近的位置上浮 這個恐怕呢 也是對於他相關的目的還有動向 接下來就是要由我們的國安單位 去做相關的研判了 不過就像剛剛提到的 其實呢 潛艦上浮這件事情 本來就属於非常罕見 到底他真的是故障 或者是別有所圖 有意的想要威責或是恫嚇我方呢 這個部分確實就是要來外界來關心 不過還是回到一個重點 這次所上浮的位置還是屬於中共的領海範圍之內 所以接下來有什麼樣的一些重點呢 接下來TVBS會持續地為你來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日前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 對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表示 美國試圖誘使他攻打台灣 但他不會上當 白宮和美國國務院駁斥 這不是事實 持續敦促維持台海穩定 紐約時報報道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孫小雅 在離任前給台灣的建議是 不要對中國挑釁的言論和行動感到恐慌 但也不要對這些風險變得麻木 雖然常聽到台灣是全球最危險地方的論述 但有時這些說法無法反映完整的真實情況 建議台灣和夥伴要找到一條穩健的道路 避免陷入歇斯底里和自滿之中 而到華府訪問的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表示 中國是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的主要支持者 要說可以區分歐洲受俄羅斯威脅 印太地區受中國威脅 這觀點是錯誤的 美國雷根總統基金會公布民調顯示 民眾認為強大的美國軍事力量對維護和平繁榮至關重要 73%的受訪者認為潛在的兩岸衝突對美國安全繁榮是重要的 而為了阻止中國入侵台灣 58%的民眾支持增加美國在台灣周邊的軍事存在 56%支持增加對台軍售 TVBS新聞加回美國華府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